盡量用,因為我的程式就是用這個當成名稱 所以如果說你的那個名稱跟我不一樣,你的程式就會有跟我不一樣的問題發生 那修改的方法很簡單 這個地方點它一下,這邊有個name,請你把name的部分稍微做個修改 所以紅色的部分就是點它之後,在name的部分做一個修改 所以每個部分請你要點完之後,把name做修改,所以每一個我都已經改完了 那你會想說,老師那其他的要不要改 其他的其實,因為將來這上面,它並不具有程式控制的需求 因為我不需要去改變它,它永遠都叫這個名稱 所以你要不要改它的name一點也不重要,所以要不要做,其實不用理它沒關係 OK,所以主要是這五個加這兩個 所以我畫面上面有紅色的字,才需要去改變它的name 那其他這些都不用,OK 那第一階段的話,我們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最後的當然你可以再把它做一個微調 比如說你這個做完之後呢 可能它的板面這麼大 那你覺得太大的話,你可以再怎麼樣呢,把它縮小一下 調整到,欸,適中的大小 那如果說你希望,再把它往外面一點點,你可以怎麼樣呢,把它整個全 旋旋起來怎麼樣呢 一起怎麼移動也可以啦 這個當然你可以這個地方,自己再玩玩看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表單其實還蠻有用的 尤其是呢,你可以 寫出來 這個自己用的話,畫面醜醜的也就無所謂啦 如果你要寫給別人用的話 可能就要花一點心思 怎麼樣讓這個上面的表單又清楚 又漂亮 好啦,如果又要漂亮一點的話,大部分都要 再學一點什麼美工啦 Photoshop,放一些圖檔 看起來當然就更漂亮 不過那已經超過我們 超出我們那個 上課的範圍,我們主要是 能夠讓它動 那你要讓它更漂亮呢,你就自己再加一些圖在背後就可以了 OK 這邊的話呢,我想 試著把這個畫面做出來,等一下我們來講說 城市的撰寫 那撰寫城市的部分的話呢 就會在模組裡面做 OK吧,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等一下來看一下這部分